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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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题目啊 内容啊 风格啊 语气啊 你都可以调整一下 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不知道平台风格 可以看网站首页的主推的一些焦点图啊 文字链里边的内容 揣摩其中的那些特点就能够一目了然了 第三点呢 写自己擅长的和喜欢的 不要什么流行写什么 就很容易会词穷写不出来 因为那些东西并不是你肚子里面真正有的想说的话 因为再快的跟风呢 也比不上热爱 比如说啊 在金正头条 很多人觉得 哎呀八卦最容易红了 哪个哪个明星撕毙了 哪个哪个明星谈恋爱了 哪个哪个明星怀孕了 何多点击量了 但是你也可能写一个美食 也能写出百万阅读量来 我在金正头条上关注了一些 比如说医生啊 老师啊 还有一些大厨啊 这些其实他们的未读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主要是看起来内容够不够 抓住读者的眼睛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学一个什么 可能你并不适合 比如说我写不了八卦 写不了撕毙 也写不了明星谈恋爱 结婚 还是生孩子的问题 但是我可能能写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只要把你写的东西写到一个极致 其实在每一个平台都可以做得很好 关键是呢 你要把它 一个是首先自己肚子里面有货 再一个呢 根据这个平台特点 稍微进行一些修改 第四点呢 就是平台很多 但要学会取舍 我如果说真的现在给养出列平台 能列出五十多个 但是啊 你不可能五十多个都发 如果你要有精力的话呢 你能够做好五个到八个 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啊 要学会取舍 人的精力啊 是有限的 如果实在忙不过来啊 就要学会挑选重点的几个 抓住自己发展最好的几个 或者说你在上面写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觉得这个平台未来的发展会很好的那几个 第二个方法呢 叫做给媒体投稿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听起来啊 好简单的样子嘛 其实这里面啊 也有很多的门路 这里的媒体啊 泛指的是各种平面媒体和网站等等 不包含微信贷号 微信贷号我们后面单独说 虽然现在啊 微信很火 但是如果你的文章能够广泛的散建于 很多的平面媒体 或者说不同的网站 将会极大的帮助你开拓自己的影响力 比如说啊 新姐的粉丝啊 很多啊 就是来源于 青年文摘啊 哲思啊 这样的杂志 这些杂志可能很多的是一些高中生啊 大学生啊 和我初中生 但从他们长大之后啊 会跟我讲说 哎 我曾经在青年文章上经常看到你的名字 我在哲思上看到你的名字 原来 你就是写这本书的这个人 他会把这个东西都联系起来 当你的读者有一天发现 他曾经很喜欢的一个作者 或者说他经常见到的一个作者 有一天他在长大了以后 发现才书店看到了你的书 看到了你的其他的平台的文字 他会觉得很惊喜 会格外的关注你 因为他会觉得你是伴随他成长的一个人 无论他在小时候还是长大以后 无论他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无论他在任何的地方 他总能看到你 所以当你的名字在这些平台 无论是平面 还是网站上不断的出现的时候 你呢 就会拥有这些 跨时间段的固定的粉丝 很多人觉得 哎呀 现在大网站怎么不好了 值得投稿吗 你看那些网站都那个 都好像半死不活的样子 那个什么什么 微信最好 微博最好 头条最好 哪个活我投哪个 当然了 你想想 当你的名字不断的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时候 你才能说自己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不仅仅单单会写一个十万家 或者单单会报一个什么样的百万流量 等等 因为真正的好的作者 不是说单独的一个十万家 或者单独的一个百万流量 而是说你的名字会广泛的出现在各个平台 一到八线城市都有你的名字 所有读者无论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火车上 飞机上 还是在什么爆摊上 还是在小店里 都能够看到你的名字 这个时候你才能说自己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自己的文章能够更多的辐射和影响到你的读者 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哪个媒体没落了 自己就看不上了 哎呀他找我写稿我也不愿意 其实啊我们都要珍惜每一个让自己曝光的机会 特别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无论是什么样的媒体平台 我最开始的时候呀 有很多的小媒体 或者不知名的平面媒体 找我写稿子我都写 每一个机会都不错过 一点一点积累起来 慢慢让自己呢认识更多的人 你永远都不知道呢 有什么人会在什么地方看到你 给到你怎样的一个机会 谁要机会呢 就不要嫌弃以前的机会小 就像赚钱一样 想赚钱就永远都别觉得一百元的稿费低 机会呢都是一步步自己赢来的 钱呢都是自己一点点赚来的 都是这个道理 至于投稿方式呢 很多人经常说 哎呀找不到啊 什么的你告诉我啊 邮箱是什么呀 电话什么呀 其实啊是你根本没有用心找 杂志的目录页最后方都有投稿的联系人和邮箱 出版物的最后版权页 或者是书封的内页 也都有投稿的地址 版权编辑 责任编辑的名字 网站呢也都有各个编辑的邮箱 等等等等这些信息 如果你用心找 一定能找得到 如果你不用心找 我给了你 你也一定会忘记 可能你会说 哎呀我都投稿了 都发了 没人理我 怎么办呢 你看你说的都是假的 根本就没有人理我 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请你自测一下几个点 第一 你投稿的内容和所投的媒体的内容 风格需求是一样的吗 就像你找工作 人家找销售 哎你却没有符合对方要求的能力 这样呢是投不中的 比如说你写了一个励志文章 你偏偏投给了一个讲两性关系的杂志 这样能中吗 肯定是中不了的 第二点呢 就是你的邮件用word并排版工整了吗 杂乱的排版或者直接把文字贴在这个邮件正文当中 是没有人有功夫给你单独排版的 第三点 你的投稿邮箱正文 有没有一段客气的打招呼的话呢 进门都要打招呼 写邮件也是一样的 正文一句话没有 啪甩给对方一个附件 没人知道你要干什么 还以为你是病毒邮件呢 第四呢 你的投稿邮件题目写的一目了然又谦虚吗 有人的题目啊 就一百多个字提个问题 人家题目比如说就是 某某某投稿冒号什么什么题目 联系电话 谢谢 有人题目啊就直接写 你好我想投一个稿 这个稿 整一把那个题目的那个位置 写成了一封信 没有人知道你想干什么 而且会觉得你这个人特别不专业 第五点 你的邮箱的名字是什么 这一点特别重要 但特别容易被忽视 我经常收到的邮件 那个邮件的就是发信人的那个地方 显示的是一群代码 或者是一个表情 或者是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字 或者是什么苍天不孝我爱你 这种就是说你的这个邮箱 邮件的发信人 你要写上你的名字 或者说发信人写张某某 王某某 这很简单对不对 但是你设的时候 你可能设成一个什么东西 你自己不知道 但是你也看不见 等你发出去的时候 对方能看到 对方看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来源不明的邮件 他会打开吗 不会打开 你邮件中文写的再好 他也不会打开 因为他会怕重病毒 看见就是来者不善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隐藏在我们投稿当中 无论是给大号 还是给这些杂志投稿的一些隐藏的内容 有很多90%的投稿 是舍在了邮件上面 就像找工作一样 90%找工作 都是舍在了邮件上面 很多人投稿 不是不好 是直接在这些地方掉链子 因为每个人都很忙 对方也很忙 根本不会打开你的附件 如果你在这些地方掉链子的话 如果你不用心写好每个字 用心在每个细节上 你都不会对自己的稿子负责 谁会对你的稿子负责呢 第三点呢 给大号投稿 其实每个大号都特别需要好的稿子 但是可惜呢 很难找到 我的一个大号朋友在朋友圈里说呀 哎呦 我特别想要好稿子 因为自己不断的输出太难了 但是呢 我回头的稿子又太少太少了 大部分发来的呢 都是无病呻吟 或者小情绪 自怨自艾 根本不是在写一个文章 没有共鸣 没有公众性 只能当一个日记 个人看看 我既然已经给大号投稿的时候啊 可以参考给媒体投稿的 所有注意事项 特别是邮件怎么写 以前课程中啊 我们讲过 甚至举出来过一个例子 这里就不再追求那个邮件 应该怎么写 我们上节课 还是上节课 我们讲过这个问题 最关键的是啊 符合大号的内容方向 是投稿大号成功的 最重要的法宝 如果投不中呢 说到一些具性呢 也没关系 我建议你能多问一句为什么 让对方告诉你一个原因 我的一个朋友啊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断的精进自己 现在呢 也成了一名知名的作家 很多时候啊 我们身在其中 是很难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的 方法四 自我平台互相引流 这是我早年做的很不好的一个地方 也是我现在觉得很后悔的一个地方 当年看别人觉得这么做 觉得哎呦 看不上 土 结果发现 最后土的是我自己 如果你有不同的平台呀 在每一个平台的文章末尾呀 一定要介绍一下自己所有的不同平台 以及比如说如果你出过书 也可以把书写上 甚至放一个图 做一个图片 都可以 不用特别的多 但是一定要有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你的铁粉 知道你的每一个平台 如果有人喜欢你 他可以顺便了解你更多 这样做呢 会给别人更多的了解你的机会 也容易呢 给你的各个平台都涨粉和引流 你自己的平台互相导流 其实是打通不同平台粉丝 相互置换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方法五 与别人互推 互推大家都见过 就是你的公众号介绍别人 别人的号介绍你 互通呢 有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 粉丝量相当的进行互推 如果你是粉丝一半 哎呀 以前有人跟我说 哎呀 我给那个只能摸摸 大号写邮件啊 我粉丝一万 他粉丝一百万 他就看不起我 凭什么他就看不起我 这人人品有问题 不是说别人看不起你 不帮你 如果你现在粉丝一万 有一个粉丝一百的人 来找你互推 你会跟他互推吗 你会跟他进行这样的资源互换吗 你也不会 所以说粉丝量相当的进行互推 不是说一定要完全一致啊 你十九万他二十万就不行 不是 十九万二十万就完全可以 而是说不要特别大 如果说差特别大的话呢 比如说你是十万 别人是二十万 那么你拿头条推人家 人家拿次条来推你 这样呢 就是说在阅读量相当的情况下呢 进行一个量级的一个 平等量级的互推 第二呢 内容差异不大 比如说呢 我是写励志的 那么我的读者 其实呢 都蛮积极向上的 因此啊 我会发现 他们其实不太喜欢 撕逼八卦 情感匪云这些事 而是喜欢这些内容的人呢 可能也不太喜欢我这种特别正的内容 所以因此啊 这样互推起来呀 其实是很难涨粉的 第三点呢 用来互推的文案呢 不要有脏话 或者低俗 或者自恋的内容 这样会给对方呢 带来一定的麻烦 互推呢 分为文案互推和文章互推 文案以前用的很多 一个标题档啊 一端介绍的文案啊 效果是很好 但时间长了 读者会觉得 哎呦 我被骗了 感觉特别没劲 而且会掉粉 都特别厉害 因此但现在呀 很多人喜欢用文章互推 就是我们互相发对方一个文章 开头和末尾进行作者的介绍 让读者觉得呀 有意思呀 我可以自行关注 都可以 就给我们读者一些更多的 能够让他接触到更多的 有意思的 可能自己感兴趣的账号的机会 其实并不是只有大号 才能够互推 小号之间 只要你找到用力相当的 且自动道合的人呢 都可以 也不是只有微信公众号 能够互推 任何的平台也都是可以的 关键是呢 是要开始和尝试 目前做的最多的是 微信公众号 其他的平台互推呢 有待同学们呢 进一步的开发和尝试 第六点呢 叫做组织或者加入一定的社群组织 想要学习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的 是氛围 单枪匹马也能学 但对于意志力不坚定的人来说呢 容易断片 因此啊 找到学习的组织啊 非常重要 比如说社群啊 群组啊 都是特别重要的方式 比如说啊 咱们的课程啊 现在这个社群啊 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组织 大家每天啊 可以互通有无 还有比如说微信群啊 QQ群啊 线下的定期组织 聚会啊 都是很好的社群组织 但并不是有了社群 就一定能够学好 总乱 之前的一些经验啊 大多数的社群啊 最后呢 都变成了广告群 或者是默默无闻群 因此啊 如果真心想要进入 或者建立一个这样的群 就要立好群规 还有一种啊 就是付费群 坚持每天写文章 比如说三个月 五个月的时间啊 坚持每天写的 就可以把那个当初交的那笔钱 比如199 500块钱 就退费 如果三次你写 就把你踢出去了 你的钱就给了群主了 或者是给了大家 因为很多这样的群 其实群主也不是为了挣钱 他是为了拿到钱 之后给大家一个强迫的作用 最终还是要退给你的 如果说有个别同学 就是没反过你 他最后退出去了 然后就钱也不要了 那这个群可能用来 群里面自己的一些奖励啊 发红包啊等等 具有应的奖程性 有利于监督呢 每个人意志力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啊 也有一些啊 可以组成三人四人小组 人数越少呢 相互之间的联系呢 也会越来越紧密 互相监督的力度呢 和作用呢 也会更大 无论是什么样的社群啊 进群就要参与 各种活动啊 要积极的参加 不要呢 半途而废 方法七 抓住新进平台 现在啊 有很多新平台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了 来进行内容创作呢 会给出很好的条件 比如说 好像是大渔网吧 就是每个月 他会有一个评选 第一名好像奖励 多少多少钱等等 像这种啊 就有一点像以前的 P2P网站等等 这种新人福利 善于运用这些 新平台的好机会呢 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仅呢 可能让你跃入微数 还有可能让你啊 脱颖而出 大家可以去找一段 这样的机会 呃 跟以前讲的一样 这些机会呢 其实并不是唾手可动 也需要你自己去努力 嗯 因为我有一个群 让大家每天都会到各个平台上面去发文章 然后进行鼓励 比如说像什么大渔网啊 百家号啊 金字头条等等 然后大家都每天都会网上来发 然后大家有了进步 比如谁在大渔网这个月得第一名 谁在那个网站得了一个百万的流量 大家都会在群里面进行沟通啊 分享等等 我觉得虽然说 他们可能都是在写作上 刚刚起步或者是起步不久的人 但是这样的精神 或互相互助的这种气氛 是特别感染人的 所以啊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仔细的进行研究和琢磨 嗯 可以对过去的一些成功案例 作为模板进行学习和揣摩 观察一下对方的获奖理由是什么呢 从而让自己能够有敌方式的准备自己的作品 另外呢 当你写的有一点小小知名度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机会就已经会找上你了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做的呢 就是抓住每个机会 注意是每个每个机会 不要挑三减四的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啊 有些看上去不怎么样的好机会 可能会得给你带来很大的能量和前景 要把目标放长远一点 不要总盯着眼前的利益 方法八 参加各种争闻大赛 比赛呢 其实是最容易出头的 比如当年的新干件作文大赛 脱颖而出了一批天才的写作少年 如今也是这样 比赛依然是各个写作平台 非常喜欢做的一些事情 小到公众号的写作比赛 大到某个平台网站 媒体的中文大赛 比如豆瓣 搜狐 金子头条等等 都有各种各样的比赛 每个一段时间都会有 之前名门的公众账号 也是举办过这么一次活动 好像是第一名奖励的几百万 好像是 我不太记得 这些信息大家可以自己来关注一下 二来呢 可以参加各个社群里面 大家有这个信息啊 可以互通有无 还有一些平面媒体啊 也就是说杂志啊 报纸之类的 也会举办很多的中文活动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参加 经常去投稿啊什么的 虽然呢 不一定能够投得上 也不一定能够重 但是呢 还是积极参与 会给自己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虽然网络很火 其实但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特别喜欢刷手机和上网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人 喜欢传统的报纸和杂志 在不同的城市 也年龄层的不同 也有很多不同的习惯和爱好 所以呢 不要误以为明眼媒体不火了 就放弃这块田地的机会 很多比赛之后呀 要注意一点 如果获奖 你有可能会被那个平台签约 签约的时候呀 要看清楚自己的合同细作 是否自己未来的所有作品 都会被别人买走了 自己还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自己对自己的作品 还有哪些掌控权 这些是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每一条自己都要仔细读 仔细看 别懂自己未来有了纠纷 说当年 哎呀 我们当年没看清啊 怎么办呀 求求你了 个放了我吧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从前人的世界 不是哭哭啼啼找关系 就能够解决的 都是法律来说话的 第九点 不要着急出书 不要着急出书 也不要着急的连续 不停的一年出八本书 很多人呀 随着梦里说 哎呀我想出本书 经常有人写的小有名气 就开始出 然后一年很多出五本 出八本 我个人其实是 不太赛成这样做的 因为呢 我觉得一个人 要有两个三年的文学 积淀之后再考虑出书 而且品质不要太高 一年一本 我觉得就可以了 原因有几个呢 第一 积淀的时间越长越多 你的名气就越大 你未来出书 可谈的筹码和条件 就越多 你呢 想能拿到一个好价格 第二呢 现在出书很多的时候 在宣传上 也要靠作者自身的影响力 如果你的名气不够大 积累不够多 粉丝不够多 那么在出版书 拿到的一些排位 就会靠后 你的宣传资源和优质的编辑 可能也不会轮到你 第三点呢 如果你的第一本书 市场销量非常低 比如说 市场销量它会有一个平均 比如说是两万本 或者三万本 如果你这本书都低于了平均水平 那么之后 你的第二本 第三本书的销量 可能会持续下降 因为平台啊 不同的市场和平台 也是看着你上一本书的销量来决定 下一本书能够给到你多少资源 而不是说你砸钱就可以买到什么 何况也可能不会给你砸很多的钱 因为如果名气和积淀都不深的时候 充满出了第一本书 销量连普通的达不到的话 你第二本的未来推广阻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除非有一些奇迹 或者说 你的这个名气在这个时间段来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这是一个非常运气的事情 但是呢 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运气 所以这一点呢 一定要慎重 有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同学啊 今天出一本 没过第二 我觉得华又出一本 三月又出一本 会觉得说 哎呦 这样其实好牛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字眼特别牛 特别洋气 特别有面 其实不一定是好事 要一本一本扎扎实实的出 把每一本的市场销量 应销都做到位 才能够让你的下一本书做的更好 你的书应该是一本比一本更好 而不是一本来不如一本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就讲了 伴随你的写作生涯 你应该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你 接下来的所有的课程呢 我们都要讲这方面的内容了 所以说呢 组战队 广播中 涉猎不同的平台 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在精力足够的情况下呢 尽可能的让自己涉猎更多 谁知道那块云彩会下雨呢 接下去的课程呢 我们也会涉猎更多 比如说 如何让自己走出去 有商业化 如何写书评 如何选择赚钱 等等等等 请大家反复的学好我们前面的12节课 打好基础 从现在开始跟着星姐飞黄同达 下周我们再见 词曲名单 词曲名单 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